无为而为 无为而为 那是菩萨的境界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都是从有为而为 到无为而为的转变 功德的圆满或有漏 最主要是看发心的清静 如果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有目的地去做 有为而为 那就会不圆满 如果你做任何事情 是没有目的地去做 不为自身求福报 只为众生得离苦 无为而为 这种为了成全 和帮助众生而发心 就能功德圆满 所以学佛人 要没有私欲地去救人 那你就远离四相 超脱了我相 成为无相不失 不为公德 不为公德而做公德 只为了救度众生 去行公德 这就是菩萨境界的提升 去除杂念 去除杂念 无我相 无为而为 去行善 不求福德 有功德 行善积德 便功德 人总是希望多做公德 但本身 过分地追求公德 也会让公德有漏 会造成功德的不清静 所以为什么 有些人修得很好 一求就灵 福会双修 家庭平安 诸事顺利 而为什么 有些人 你看着 他在做公德 每天忙碌地 念经 取愿 放生 但最后 所求之事 均不能如愿 因为 他是有为而为 已经让公德 变成了 人天福报 带着目的去行善 总是公德 不够圆满 有时候 甚至在行善之中 很难度到众生 而且 让有些人 对佛法 会产生误解 以为 每个人 只要做点功德 就可以 消灾解难 这就让 尊贵的佛法 变成了 人们求名 求利 所使用的 一种方法 平时 拥有很多的心 去念经 许愿 放生 你就是 在漏师 功德 当碰到 有烦恼 或业障 爆发时 你就很难 消夜过关 在家修行 确实不容易 而且在家修行 很多时候 人在红尘中打转 心随 静 转 环境一好 开心了 就多做一点 环境一差 不开心了 就少做一点 这个 也叫 功德 有漏 所以 发心 非常重要 尤其一个 念经 做功德的 初始心 更不容易 你们如果 不把这些搞懂 可能连 脱离世俗的 五欲六尘 都很难 世间欲望 无止尽 有为而为 贪恋心 放下名利 智慧声 清静圆满 懂感恩 人最大的问题 是执着于欲望 因为有求 就会有欲望 总觉得 自己的欲望 能满足 他们根本不懂 带着有目的的 求佛修心 一定让你承受 功德有漏的痛苦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人在单位里 只有无私的 帮着别人做贡献 才能成为 一个领导 如果每天 做一点事情 就想得到回报 最后 你会被人家认为 是投机取巧 没有任何 让人尊敬你的地方 最后 成为不了一个领导 佛法界 称为 有违法 所以学佛 要放下 学佛要 三心不可得 今天 我做任何功德 我不是为了 让过去的良心 过得去 不是为了 今天的明理 也不是为了 将来能 日子过得好一些 未来多有福报 我只是想 为了帮助众生 解脱烦恼 一事修成 所以善事 和功德的理解 完全不一样 一个有目的 去做事的人 大家都知道 你是有目的 所以很多人 对你 就不会很尊敬 如果你没有目的 地去帮助别人 你就能成为 一个受人尊敬的 尊者 所以无为 和有为 在境界上 有着本质的区别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就是我们学佛人 应有的心态 学佛学的是境界 念经 念的是解脱 许愿 许的是愿力 无欲无求 事无为 善信善行 本性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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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